Hello 今天介紹什麼和玩什麼呢 剛剛NICON出了ZF 這部機真的萬眾期待 ZF很多人都介紹過 還有很多Youtuber都講過它的功能 不過今天我想重點講一下 B&W 即是B&W 現在ZF的B&W鍵 就放了在SATA鍵盤下面 拍一拍就可以拍到黑白上 這一樣東西以前NICON的機器都可以拍到 不過是在Menu裡面選擇 今次將鍵盤轉了上來 NICON在黑白這方面一定有一個驚喜給我們 講起黑白相片或者黑白機 大家一定會想起Leica的Monocone Monocone是一部只可以拍到黑白相片的相機 所以今次我想試一下 NICON這部ZF的黑白模式 和一部M10M的Monocone去比較一下 究竟拍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的呢 今次就用一支Leica的352ASPH 11879 去做一個比較的 兩部機都是用同款的鏡頭 以及所有的設定我都是調一模一樣去拍的了 拍一張相片出來就不會說 ISO不同 快門速度不同 究竟一部Leica的Monocone 以及新的ZF的黑白模式 拍出來的相片 分別大不大呢 我們現在一起去看一下相片吧 現在看一下相片 左手邊這一張 就是一張 Leica M10M拍的 而右手邊這一張就是一部ZF拍的了 轉回做黑白模式 OK 都見到一些參數的了 ISO800 看上去 這部ZF的感覺又不錯 我喜歡ZF的感覺多些 因為它反差會比較高些 其實這個感覺就一定 ZF裏面就做了一些東西的了 就好像我們俗語講 加了些微精進去的了 一定是 好 看回一些細部位 慢慢逐樣細部位去看一下 你會見到人的衣服 ZF拍得比較乾鮮的 而Leica M10M拍的 是平面一點和軟一點 也挺接近真實環境 應該可以這樣說 剛才也說了 ZF一定是加了一些微精進去的了 好 我們看看細部位 你會見到 這些樓梯的細緻度 Leica M10M全部都出來了 全部都有 而ZF 就已經去到有些死黑位了 我覺得 很大機會都是因為那個 Color Filter ZF都是一部彩色機 而螢幕都空 就真是一部 沒有這個三元色Filter的相機 所以 在這個 黑白裏面 就個細緻度 就真是高很多了 但是真是 都是那句啦 你要放大了多少% 放大了173% 你才可以 看到這些細緻位 是不是真是 你需要的呢 這樣子 好 那我就看回 第2張相 對啦 逐張照我們看一下 好不好 OK 好 這樣也是啦 左手邊這一張 就是一張 Leica M10M拍的 右手邊就是 ZF拍的 OK 好 好明顯 這一張相 就是 ZF 那個對比度 就是高一點 我喜歡 對比度高一點的 黑白相 而M10M拍出來是灰一點的 比真實環境接近一點 宏觀來看 我喜歡這部ZF黑白的感覺 細緻度 就一定是 那個Leica那部M10M會多一點的 我們先看看 同一樣東西 這樣才可以作出比較的 好這個 這個玻璃那個反射 你會見到 玻璃幕牆那個反射出來 那個影像呢 在那部Leica的M10M裏面 都看到的 那些細緻位都看到層次呀 那個反應的倒影都看到的 而ZF這裏就已經 那個細緻已經出不了 這樣 都是放大看一些細緻 細緻位 就真的分別都挺大的 好這些位都是啦 這些長身 這些你會見到 那個磚的紋理在這裏 而 ZF都是 看不到紋理的了 那 這些細緻位的分別 真的都 挺大的 不是說 Leica那個Monocone 都不是說浪得虛名 一定有它的火取的原因在這裏 細緻度真的非常之 多 但是整體就這樣看 ZF 感覺 都是非常之好 我覺得 這次NICON在黑白裏面 都下了不少心機去做 我覺得 細緻度不是因為它做得不好 而是因為它真的不是一部純正的黑白相機 好啦我們又看一下其他照片 可以逐樣去比較一下 好 看看這一張 對啦 好看回這一張 OK 這兩張照片 其實就不是同一時間拍的 不過就剛剛有輛電車在前面 會見到 左手邊這一張是 ZF拍的啦 右手邊都是一張 Leica拍的啦 很明顯 灰街 就真的是 Leica那個 就是豐富很多的 而 ZF那個 對比度 明顯是高一點的 沒有說哪一張 感覺會好一點的 但是 都是那句啦 我自己就喜歡 高對比一點的黑白照片的 細緻都是剛才說那些的啦 都一定是 Leica就會 風格層次感 和那個訊息量 就真的會多些的啦 你會見到 那部冷氣機你都會見到那個 那個感覺的啦 在Leica這裏呢 冷氣機那個網都是看不到 好啊 而在 M10M裏面 都很清楚啦 頭提到冷氣機 網 一格一格 那樣 Nikon的ZF 都已經是看不到的啦 這些 那麼細緻的位置才可以 分辨到出來 再去看 其他相片 這一張相呢 昨天我都在Facebook那裏 就分享過出來的啦 那看到這一張相呢 其實那個 畫面呢 都幾豐富可以去解釋到 這些黑白相 因為有光位啦 有暗位啦 有過度位啦 那所有黑白相要看的東西呢 都可以在這張相那裏呢 可以看到的啦 好啦我們又去放大了啦 不過放大之前呢 我又說一下那個 宏觀的感覺先 罩眼看呢 我又是真是喜歡ZF多一點喔 因為真是喜歡它那種 對比度那種感覺喔 可能真是落了少少微微精 我就真是會喜歡多一點的 好啦好啦真是放大它來看看呢 那種細緻度是不是 Leica會是會多一點啦 好 會見到啦 那個 走過來那個人的那條褲呢 那些折紋呢 都會看到啦 在Leica的M10M裏面 而 Nikon呢就真是會 有些死黑啦 慢慢去看看這些 這些 鐵仙網 即是 那個欄杆這些位 都是沒有一間一間可以看到啦 那Leica那裏都可以看到啦 好了看看 光位和暗位的過度呢 很明顯 灰階呢 就是Leica的M10M 是豐富很多的啦 Nikon的ZF呢 就對比度會高一點啦 由光位到暗位呢 其實那個過度呢 就沒有那麼順滑 你會見到 那去到 暗黑位了 暗黑位呢 這裏的分別呢 其實都是 剛才都說過的啦 暗黑位裏面有細緻的呢 這裏的 這裏的M10M是有的 而Leica都是看到 少少啦 又不是說 全部看不完的 都看到少少啦 不過都是那句啦 真的要放到 那麼大 去 逐格去對比呢 你才會看到那個分別的啦 這些 光位 這些 白位 灰位 去到暗位 一層一層呢 M10M去做到的 那部ZF呢 都是個過度呢 沒有那麼 順滑的啦 好 那再去 比較一下其他相片先 都是有那句說那句啦 真的不會說 偏坦任何一方 就是 拿得出來做對比的呢 現在呢 你偏坦任何一方的呢 其實都沒有意思啦 因為那個 資訊都很透明的啦 現在真的 就算我不做其他人做 你都會看到那個分別的啦 那不如 我做給大家看下我的啦 是不是呢 好 那這張照呢 放大這樣去看一張照呢 其實那個分別也不是說會很大 那見到ZF拍出來那種 光的感覺呢 我還覺得是好過 Nika M10M 如果是看細緻位呢 我相信跟之前其他相片的應該是差不多啦 我們再看一看 好 這裏 我們看看那些玻璃位先 這個玻璃位 又看到一些細緻喔 在ZF裏面 光位啦 就是將它那個 HIGHLIGHT的位置 就按低了啦 以及將它那個對比度增加呢 而去見回這些細緻啦 那那部 如果將那部 如果將那部M10M去拍RAW的話呢 再去撿後期呢 我覺得那個信息量會更加大 但是對於 ZF只可以拍到JPEG來說呢 就非常之不公平啦 對不對 好那這裏呢 那部ZF我覺得有贏喔 這些玻璃位又看到 那些細緻又好像好過 Nika M10M 好啦 再細細一點去看看其他位置先 那部ZF又看到這些 細緻又好像高過那部M10M OK 好那慢慢去轉移回其他位置了 長身這些位呢 那我先看看 那部ZF很明顯 好平 這些很滑 而那部Leica M10M 都會看到長身那個細緻度 那這些位置呢 又去到M10M裏面呢 又看到這種的細緻和層次位了 又贏了那部ZF了又可以 那即是不是說 一面倒的喔 我又有時覺得 好 看回 好了去LV了我們 好 去回LV了 看回LV這張照片呢 其實拍出來真的有些難度 因為LV 這個外場真的很多細緻 你可以去看到 看回宏觀相片 我喜歡 都是喜歡這部ZF多一點 對啦 始終都是對比度高一點 黑和白的 相差 相差度會多一點 我就喜歡多一點 這件事就好主觀的 看個人這件事就 不一定 個個都是這樣看 反而我會覺得 那部M10M拍出來呢 是會很灰的 感覺是 但是呢 放回大去看細緻了 放回大去看細節的時候呢 很明顯看回 Leica的M10M放大的時候 看回Tiffany這個Loco的時候呢 很舒服喔 那種感覺真是 好 慢慢又拉來看一下 先看看 看回一些 這些暗位呢 這些長身 這些呢 ZF真的拍不到那種 質感 Leica又真是 出到一些出來 對了 一間一間 好 慢慢再去看回 細緻位 很明顯 水渠蓋 Leica真的拍到的 嘩 突出來 ZF是 又是 搞不定 真的拍不到 好 但是我又喜歡這個 德庫道中這個牌呢 那個對比度高一點呢 又清晰一點那種感覺 嘩 看回LV的長身 真是 真是難拍的 這些真是 一一 它那個 那個質感呢 一粒一粒這樣 ZF做得都很好 我覺得你看到那個立體感 都不錯的了 但是 Leica呢 雖然它是 很平的感覺 但是每一樣的細緻度都在 OK 好 好 逐格逐格去看一下 真是要 LV那個字呢 在部ZF那邊呢 我覺得 明顯是會 搶眼一點的 對 過度呢 這部 那部 就過度會好一點啦 但是我喜歡 高對比一點的感覺 好啦 大家喜歡 哪一樣東西呢 如果你看細緻的時候 那一定是 M10M的細緻度 會高很多的了 如果就這樣看回一張黑白照呢 Nikon這一方面呢 其實真是做得都不錯的了 這次真是 好 看回最高ISO 即是比較一下高ISO了 好啦這張照片的ISO是多少呢 OK Nikon就是50,000ISO 那部ZF就是51,200ISO 差不多是 差不多的ISO值啦 一看下去 M10M拍出來 就真是灰一點的 而那個 Nikon的ZF 對比度是高一點的 明顯是搶眼一點的 我覺得是 好 不要看對焦不對焦 我真的可能 對焦位 大家都有點不同 看回那個LOYD 真是有些分別 真是很明顯的分別 那個LOYD 好 M10M 那個LOYD 是真是沒有那麼多 還是 有些細緻 而那個 Nikon的ZF 那個LOYD 都很厲害 不過又這樣說 51200的LOYD 也都看到 相機的細緻度 我覺得現在的科技進步得很快 以前5萬 ISO 究竟是什麼概念的呢 我想真是看也看不到有東西 但現在是 清晰可見 如果把它放回 AI Deloist 我覺得 已經可以做到非常之好 沒有了 但是一部M10M 的M10M 它真是主打高ISO 的LOYD 是非常之平滑的 這東西其實 都應該是關於 那個 三元色FILTER的事 因為沒有了Color noise 在這部M10M 所以你會見到 會比較順滑一些 但是 ZF的 51200L 都可以去到這樣的效果 我覺得 真是可以接受到 現在這個科技 真的非常之高 非常之漂亮 好 照片我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比較 不要說哪部好哪部不好 看相片都是一些很主觀的感覺 當然 如果看細緻度來說 Leica就一定是高過ZF的 但是整體來說 ZF的黑白相片 都做得非常之漂亮 我們看過那些照片 真是發覺 ZF的黑白帽 真是厲害 這次我覺得 Nikon在黑白方面 做了不少的深思 令一張黑白照 呈現出非常之漂亮的表現 這次的比較 真是純粹去玩一下 去比較一下 那個效果會是怎樣的 大家就不用 拿些數據 怎樣 那麼認真去看這件事 如果萬多元 買到ZF 又拍到彩色 又拍到黑白 樣子亦都非常之靚仔 還有 整部FM2 還是F3 那樣 對於我們一眾 Nikon 迷來講 都是非常非常之期待的 還有 真的很開心 拿回上手 所有的感覺 都回來了 過兩天 我都會 用一部Nikon 去拍攝 人像 究竟 他那個 用手動鏡的表現 會是怎樣的 下一條影片 我就會跟我的老婆仔 去拍照 用手動鏡 用Nikon鏡 用Nikon鏡 去試下一部 好了 今次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